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李玉勋主讲 如果你是在Gatertown参与这场议程 请你将麦克风关闭 谢谢 那么现在请大家和我一起欢迎我们的讲者 各位PiCon的会众 大家好 我是李玉勋 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 是我几年前就读成大应用数学所 所执行的科技部科普计划里的一个小主题 叫吹直迪 打电话 今天演讲的题目呢 我定为吹直迪 打电话 重现柯南名场景 跟柯南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联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2008年的柯南电影版 《战力的乐谱》 这里碍于版权我就不放电影片段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租来看 内容呢是关于柯南 和一位女高音歌手 被困在盒中 盒的对岸有一部电话 那是他们唯一可以向外求助的地方 然后柯南呢就用他的足球 踢到对岸 然后打开了电话 并看这位女高音歌手 用唱歌的方式 成功拨打了110 对外求救 在2018年呢 成大数学系 举办了第一届的数学建模黑客松 这个活动是以赢队的形式 带领的高中生完成数学建模的论文比赛 而在这个活动里面呢 我们设计了一个 以遗迹探险为主题 然后呢 结合数学科普的密室逃脱 其中里面呢 最后一道谜题 就是以柯南的这个片段 为启发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崔直迪打电话 接下来呢 我来跟各位简单介绍一下 这道谜题会得到的提示 以及题目 还有整个的谜题包装 叮咚 你有一封来自调查团的新讯息 到了这道关卡的时候 小队员们 会收到一封来自调查团的通知 像是这样 你们似乎已经抵达出口附近 但是依然有碎石挡住去路 确认免的位置后 调查团会用工具打通一条通路 不过因为目前遗迹构造不稳 不能随意开挖 只能等你们提供所在位置之后 才能打通 因为遗迹内不稳 所有的行为都可能导致遗迹崩塌 不要大声呼叫 拍打 请用其他的方式 设法通知调查团你们的所在位置 而小队员要怎么知道 他们的所在位置呢 他们手上会收到一张定位资讯 显示着目前的位置 以及跟出口的距离 小队员必须运用 他们的数学知识 来解开他们的所在位置 并且向外求救 好了 那他们该怎么向外求救呢 这时候等待了小队员的 还有一座电话亭 里面摆放了一部电话 拿起来就跟一般正常的电话一样 会嘟嘟嘟 嗡嗡嗡的叫 但是键盘怎么按 却没有任何反应 因为他的键盘 已经坏掉了 那他们该怎么向外求救呢 他们可以像柯南一样 用唱歌的方式 来对外求救 那基本上呢 就算你有绝对应感 这其实也不太可能达成 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 比较简单的方式 就是直笛 这个直笛呢 直笛吹嘴是我们买现成的直笛 然后直笛管呢 是我们利用3D列印 所列印出来的直笛 那这个直笛管呢 大家有学过国中理化的话 应该会记得 频率呢 就是跟这个管子的长度 是有关联的 直笛的长度 直笛管越长 它的频率 吹出来的频率 就会越低 声音就会越低 那直笛管越短的时候呢 它吹出来的频率 就会越高 我们就利用这样的特性呢 以及搭配了这张一张表 这个表呢 搭配了就是刚刚直笛管 直笛管就是搭配这个表呢 所做出来的频率 那这个表呢 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表你会看到 左手边是低频 上半部是高频 那分分别有一个低频跟高频呢 它们就会组出来 像是123456789 这样的一个数字 这个就是所谓的双音多频讯号 刚刚讲的嘛 就是双音多频讯号 是有一个低频 还有一个高频 组合成的组合讯号 那我们现在来听看看 它们的声音是 像是怎么样的 首先这个是低频 接下来这个是高频 它们组合起来的声音讯号呢 听起来像这样 这个呢就是大家家庭电话按下去 会发出来的声音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所以我们今天的目标呢 就是玩家要用直笛 吹出组合的声音讯号 像是这样 然后这部键盘坏掉的电话里面呢 就会藏着我们的麦克风 还有树莓派 好那问题来了 当我们接收到玩家的声音讯号 像是这样 那我们该怎么知道 玩家吹的声音 是代表哪一个低频 以及哪一个高频呢 更进一步是说 我们要怎么知道 玩家吹的声音 是代表哪一个数字 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利用一个数学工具 叫做复列转换 复列转换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将 一个时间域的资料 转换到频率域 的一个数学工具 大家有兴趣想要知道 背后的数学呢 可以上网去Google一下 复列转换 它相关的数学 那我们今天不会琢磨在 这个题目上面 大家不用太担心 这个呢 是我现在讲话的声音 即时的即时频谱 每一根长条呢 代表是不同频率的强度 那我现在因为讲话是人声嘛 所以 人声呢 它就是在低频的部分 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看着左半边 它的频率就会比较强 然后呢 右上角是一个电话的小键盘 按下去会播出电话的键盘声音 那我们来试看看 播放这个声音的时候 频谱会呈现如何呢 大家仔细观察哦 看会有什么特征 我再继续播放 大家观察到了吗 如果没有观察到也没有关系 我们打开我们的滑鼠游标来 大家看得更仔细 大家仔细观察一下 游标的左边跟右边 再播放一次哦 大家可以看到 游标的左边跟右边 分别有一根长条 会特别的突出 这个呢 就是双音多频里面呢 低频还有高频主要频率出现的位置 接下来呢 我们的第一步 就是要使用Python 来进行即时的频率分析 我们来做出类似这个频谱的东西 但我们今天不会做资料视觉化 所以就是只有计算出这个频谱 我们今天要用到的套件呢 叫做这个Pyaudio Pyaudio呢 它可以将我们的音效卡的讯号 传送到Python的里面 可以做一个结合 所以首先呢 我们先import这个Pyaudio这个套件 然后今天呢 我们也运用到NumpPi一些计算的功能 所以我们顺便把NumpPi一起import进来 然后第三行跟第四行呢 这一段呢 就是在initial我们的Pyaudio这个套件 然后还有一些指定音效卡相关的资讯 像是音效卡要接受要什么样的格式啊 然后它的channel就是单声道或是双声道 今天是我们用电话来demo 所以电话呢是单声道 我们就设为1 然后取样频率呢 我们就设为CD常见的标准 叫做44100Hz 然后呢 input device index呢 就是指定你的音效卡 要用哪一个音效卡 然后input呢 就是我们的声音要输入 所以我们就设为true output呢就是监听 那我们今天不需要监听 我们就设为false 然后frames per buffer呢 就是每一个frames里面会有多少个声音点数 那我们今天 每一次处理呢都是处理8000个点 然后我们就设为8192 然后因为复利的转换呢 通常在对于2的 2的n次方会比较 比较友善一点 所以呢 我们今天设为8192是这个原因 接下来我们就用foward圈来进行处理 第一个呢是au buffer audio buffer的部分 就是我们从透过pyaudio 从声音的string中 把这个8192的这个点读出来 然后读出这个buffer之后呢 我们在要numppy的frombuffer这个函数呢 就可以把buffer转换成audio的一个array 好audio array我们就可以 清楚的眼睛就可以看到 这个数值是什么样的 然后这是一个时间域的资讯 接下来呢我们透过numppy的fft点ffrequency 它就可以自动呢 将我们平谱的s轴 对手对应的频率给计算出来 然后spectrumy呢 就是我们要实际计算 复利液转换之后 它的每一个频率对应的能量 然后这时候呢 因为fft出来 就是fft指的就是快速的复利液转换 这是一个演算法 然后呢 它可以帮我们的array呢 转换 因为我们array是一个时速的array 然后转换fft转换出来呢 它就会变一个复数域的资料 然后复数域资料呢 我们再带一个绝对值 它就会变回时速域 我们就可以来比较它的能量的强度了 所以spectrums跟spectrumi 就是我们的频谱 那我们今天得到了 即时的频谱之后呢 我们该 怎么来找到我们的peak 下一页就是我们的 要寻找peak的function 刚刚我的滑鼠的指标呢 游标就是放在大概1000赫兹的地方 比1000赫兹低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低频 比1000赫兹的高就是定为我们的高频 我们以1000赫兹为分界线 然后我们分别呢 以index 频率1000呢 为左边跟右边 来寻找它 能量最高的地方 那就是我们的 双音多频的频率的所在位置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透过spectrumx 来把它带入 我们就可以得到 它低频还有高频的频率了 接下来呢 找到频率之后 我们就要来进行 双音多频的解码 首先呢 keypad就是 这个array就是储存了我们 电话小键盘上面 所有的会出现的数字 还有英文字母 然后raw跟column呢 就是它所对立的低频的频率 还有高频的频率 然后我们必须要找到 目前我们输入的频率 会是对应在哪一个低频 跟高频的区间中 然后因为呢 复利的转换 它是离散的 它又有一些 一些频率上的误差 而且我们今天只有 我们今天的取样呢 并不高 只有4 它频率可能不是很精准 所以我们留一个 25Hz的一个频率的误差 然后如果它找到 对应的频率 是符合这个双音多频的 这个低频跟高频的 那它就会去寻找 keypad里面的 对应的数字 然后最后呢 我们再return出这个 解码出这个 它的 它对应的数字跟 对应的数字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实际来解码看看 右上角呢 一样是我们刚刚使用的 拨号小键盘 然后我们再拨号一次看看 大家可以看到 左上角呢 会出现 就是使用我们刚刚程式 所侦测出来的 双音多频编码 所以你看我正常讲话的时候 并不会刚好出现 双音多频里面的频率 因为最主要的频率 并不会刚好是 双音多频的频率 只有在频率正确的情况下 才能解码出来 像是这样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现在呢 我们已经介绍完 整个软体的流程了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硬体 还有整个游戏的设计流程 这是所谓的硬体介绍 还有控制 那我们的流程架构呢 首先就是玩家 要透过两支以上的支笛 同时吹奏这个组合的声音讯号 然后吹出来的声音讯号呢 会透过我们的USB音效卡 还有树莓派来进行解码 然后我们的程式呢 在接收到一连串的 正确的密码之后呢 就会触动我们的寄电器模组 这寄电器模组呢 就可以来控制电控锁 来打开密室的门 那首先呢 我们从电控锁的 电控锁来讲起 电控锁呢 常见的分为两种 分别是阳极锁和阴极锁 阳极锁我们很常见 就是用在大楼的门径 上面有一个很大的磁铁 吸住的这种 只要按一个按钮 那个门就会打开 它的原理呢 就是因为它是电磁铁 它通电之后 电磁铁就会牢牢地吸住 那个磁铁 然后相反的 只要我们一段电 这个电磁铁就会失去磁力 然后门就会打开 然后阴极锁呢 正好相反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上面有一个阴极锁呢 它扣住的门 就是靠这个锁舌 它平常呢 没有通电的时候 这个锁舌是不会缩进去的 所以就是 它门呢 就是会扣住 只有通电的时候 这个锁舌就会瞬间的缩进去 然后门就会打开 那今天呢 我们主要利用的是 阳机锁 这个比较 大家常见的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介绍的是 寄电器模组 寄电器模组呢 里面有一个 主要构成就是一个寄电器 在这里 这个蓝色的部分 然后呢 它可以帮 帮助我们呢 直接连接到 寄电器模组呢 好处就是 它已经所有东西 东西都已经模组化了 上面电阻啊 什么东西都不需要再处理 它就可以直接的接到 我们的开发板上面 然后寄电器模组呢 大概长成这个样子 它的接法呢 就是左边有三个接点 分别是讯号线 然后寄电器的电源供应 还有寄电器的地线 然后右手边呢 就是接我们的 电器的部分 像可以 这个可以接了 110的交流电的电器啊 或是像我们今天要用的 电控锁呢 它就是12V的直流电 就接在我们右手边的部分 然后我们以那个 高电位触发的 低电器呢 来当作范例 就平常呢 平常如果没有触动讯号的时候 它就是低电位 右边的长官接点 跟公用接点 就会形成一个回路 所以它的电 就会永远是通的 然后长开接点 跟公用接点 是会呈现断路的状态 反之呢 当开发板 送了一个高电位讯号 给寄电器的时候 那长官接点 跟公用接点 就会断开 它开关就会关上 就是 就会断电 然后通路呢 就会改接在 长开接点 跟公用接点 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呢 是我们的 组装示意图 一般常见的电控锁 大概都是12伏特 所以右边呢 就是接我们的电控锁 然后12伏特的电源呢 就是接我们的变压器 然后左边的 寄电器的左边呢 就是接到我们的开发板 就是今天我们用 树莓派来示范 然后寄电器模组呢 通常是5V供电的比较多 所以我们就接在 树莓派与USB 共用的5V电源脚位上 然后并且连接我们的讯号 到GPIO的脚位 还有地线的地方 讯号线呢 就是我们这条蓝色线 然后该怎么用python 来控制这个GPIO脚位呢 来送这个讯号 我们这里用 piGPIO这个套件 来做示范 首先呢 就是我们先import这个套件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设定我们寄电器 所连接到树莓派的GPIO脚位 是对应在23号 注意这个树莓派的GPIO的代码 而不是它的实际的 1到40的那个编号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设定呢 这个输出脚位是output的状态 它才可以输出讯号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设定这个寄电器 它对应的是0 或1就是低电位跟高电位 因为刚刚我们 吃饭的是用高电位 来触发这个寄电器 所以今天就是0的时候 寄电器就会不会有任何的动作 然后给它高电位呢 这个寄电器就会切换讯号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几张密室的照片 然后首先呢是 这个呢是我们当时装潢出来的密室 然后右手边呢 就是放着我们的 这道最后的关卡 大家可以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靠近看 靠近看一下 这桌上呢 放的是最左边是 一开始我念的调查团的通知 然后告诉他们必须要用电话来解题 然后右手边呢 就是放着的是 双音多频的讯号的这个表 然后桌上呢 放的是我们的电话 还有很多的直笔管 然后以及最重要的酒精 必须要消毒 这因为大家都会 吹这个直笔吹准 但现在疫情期间 这样非常的不建议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拆开看一下 这个电话长什么样子 这就是电话拆开的样子 里面的主角呢 是有一个树莓派 然后还有USB音效卡 然后还有一片荧幕 它会显示玩家输入的密码 是什么样的 然后呢 收音的部分 我们就直接使用电话的话筒 来连接到USB音效卡上 然后转接成3.5 然后接上去 然后呢 计电器就是透过电话线 来连接设置于门的附近 我们再回去刚刚看一下 现场的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电话线 对 这个就是 就是 计电器的讯号线 然后就会延伸到门的附近 然后门的电源也设置在门的附近 好 这个就是大概整个 组装起来的样子 然后这个呢 是小队人实际解谜的过程的照片 可以看到 他们两个人分工合作 然后一人拿一支直笛 同时吹奏这个双音多频的讯号 最后呢 是实际解谜的demo 首先呢 是这个谜题的答案 透过呢 闭示电影 我们可以知道 这是一个三四五三角形 以及 提示呢 距离出口八十五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答案是 米六八锦目一 接下来呢 我们来示范由计划的主持人 还有我们的学生 录制的解谜影片 首先呢 先拿起电话 就会听到这样的嘟嘟声 然后接下来 他们要输入密码 米六八 锦 五 一 然后他们就成功解谜了 然后他们就可以逃出 逃脱成功 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所有的 演讲内容 最后呢 是QA时间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提问 最后谢谢大家 谢谢李玉勋 带来的精彩演讲 那我们接下来 就进入QA时间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slido上 有两个问题 所以 首先想请问玉勋的是 简报中 即时的频谱响应 很酷 就是连讲者 在演讲的时候 说的话 都能够即时显示 它的响应 那这是用什么方法 或是什么软体 来做到的 就是这个 这个简报 是一个网站嘛 就是我做在 就是大家可以连结到 这个投影片的网址 然后呢 就是 然后我是利用 就是刚刚的那段code 就是可以 做出我们的 即时频谱 然后结合我们的 websocket 就可以把那个即时的频谱资讯 自觉化在我们的web上面 大概是 大概流程是这样子的 对 好 了解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刚刚有秀过就是 直笛由特定的 三乘三的频率 九宫格组合而成 那这些直笛的频率 是有选择过的吗 因为听起来 真的跟家庭电话 呃 拨号所产生的声音 没有两样 就是那个 七个直笛的 直笛场馆 是有设计过的 就是根据 双音多频的频率 然后我们就是 不断地试 不断地调整 去利用3D电影 把它尽可能地 还原那个 还原 还原 那个双音多频 原本的频率这样 对 了解 OK 好 那因为slide的问题 就是到这边 好像还有第三个 有吗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看一下哦 OK就是 笛子就是在 人在吹的那个笛子 它是会换的吗 因为当时还没有疫情 所以没有 我们只有 我们有准备酒精消毒 对 了解 但现在 可能比较 比较危险一点 对 还是要 要注意一下防疫 好 了解 对 OK 好 那因为 QA的环节 就只有三个问题 那我们QA环节 就到这边